工具上的学徒监工不小心把插板线压在切管下面了 吃不出来怎么办 那如果我们从这段拉的时候越拉越紧 大家看 如果从这段拉也是越拉越紧 吃不出来 切管的字面的距离特别的低 而这插头又比较大 我们根本上吃不出来 大家看 我们不管怎么拉 拉不出来 切管牢牢的把这个电线插头压下面了 那怎么办 这时候很多人都说 我们找个剪刀 从这个布匹把它剪断 不就可以了吗 取出来之后 再把它接到日趾 至少我们不用这样 如果电线的插头压在下面了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取一下 非常的简单 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如果压住了 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把这段线给它放大 这个圈就变大了 然后我们把变大的这个圈 从这个切管的几步给它穿过去 这样就穿过来了 再把这插头从穿过来的这个圈里面 从上往下穿 这样我们穿一下 然后我们来拉上 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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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取开了吧 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如果电线插头被压在切管下面 我们不用剪断它 用这个方法一马就能轻松取出来 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再来开始 把这个怎么取出来 方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这样直接拉 根本拉不出来 首先把这个线放大 这个圈被放大了吧 把放大的这个圈呢 从这个切管的几步给它穿过去 那这里呢 就形成了一个小环 然后把这插头从上往下 从这个环里面穿过去 等一下 我们穿过去了 然后使劲地拉 拉 拉 我们拉 怎么样 打开了吧 方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如果大家入到这样的现象 可以尝试 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一下 那比较好奇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非常的神奇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